下 你走 你下 给老师摆眼儿等了 唐湖了没给我的呀 唐湖了没给我的呀 最后一下的时候 你们那个唐湖了那车 先不下 因为刚才不能拿唐湖了给他来我这走 2018年1月初 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百姓春晚 正在进行第二次彩排 在后场大厅里 有一个特殊的表演团队 演员阵容从11岁到60多岁 核心人物是皮影艺人陈雪月 他带着演出亲友团 妈妈 似舅 爱人 学生们忙忙碌碌的 格外引人注目 大家先走的啊 一万无边聊河水 所以你不能让我给你滴了这张车啊 然后我我走到这你就给我了 给你了啊 给我了你给我再对我一下啊 你给我就这么给啊 我不得这么的吗 我不得这么急吗 啊这么急把我拿着咬一口吗 把肉就好大呀 给 小的是四架 然后大的是八件吧 一二三四五六八个 然后这家银银关键是腿签的比较多 其实那个云菜都没都没往上搁 现在已经剪掉道具了 要不然一共大件是九个 云菜是六个 二个件 然后演出的演员有多少个 八个 每个人操作多少钱 每个人基本上他们都是 一遍一遍地换 一遍一遍地换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演员能 到底能留下几个演员 他在后面的架子短 他留得宰 然后他在后面往大影棚了 没搭棚 没搭棚的话 就可能就会有 穿帮的问题 是后打地的 这已经不是陈雪岳 第一次参加电视台的节目了 这一次 他手中的影人 不是小声老蛋八戒大盛 而是都市频道的主持人 刚子 卡通的刚子形象 手拿糖葫芦 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故宫老北市场 电视塔之间 传统的影子戏 被陈雪岳赋予了浓浓的 现代生活气息 单凭一张嘴 能诉说千古事 仅靠一双手 可以舞动百万兵 这就是皮影戏的魅力